同学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C-Shop面向对象编程系列课程 今天我们的课程进入到委托事件和Lamina表达式的环节 那么首先来看第一个知识点,委托 那么首先需要大家知道什么是委托 委托就是持有一个或者多个方法的对象 它是一种持有方法的对象 并且呢,该对象可以被执行,可以被传递 如果说一个对象持有方法并不稀奇 但是可以执行该对象,那么就显得非常的特别 那么这就是委托的特别之处 那么怎么样声明委托类型呢 我们说委托可以持有方法 那么它可以持有怎样的方法呢 那么可以回答这个问题的过程 就是委托声明的过程 那么声明委托的时候 我们需要一个关键词delegate 声明一种特定的委托类型 这个类型叫什么名字呢 叫act cute,叫做卖萌 卖萌类型 那么这个类型 我们说委托可以持有一种方法 持有怎样的方法呢 返回值是wide的类型 并且没有任何参数的方法 当然你可以声明其他的方法 可以叫其他的名字 比如说返回int 然后参数是float的类型 或者是其他的都可以 非常的灵活 好,那么我们接着往下看 那么定义委托类型的对象 既然它是一种对象 那么我们怎么样定义呢 那么首先我们刚前面声明了一个 持有返回类型wide 不传入任何参数的名叫act cute 这种类型的委托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act cute 那么这就是一种类型 这就是一种委托的类型 那么我们可以利用它 这种类型来定义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叫做act cute 当然你可以叫其他的名字 比如叫x,叫y,叫a,叫b,叫c都可以 它的类型就是act cute 它是一种委托的类型 这种类型可以持有一种方法 这种方法是返回wide的 并且没有任何参数的方法 那么这种类型就是我们另一处的委托类型 好,那么我们怎么样使用它呢 好,那么假设我们有一个dog类 导个对象,导个类型 那么这个里面有一个方法叫做摇尾棒 这是狗狗这种宠物卖蒙的一种方法 那么这种方法呢 它返回wide的类型 也就是不返回 并且它不传入任何参数 那么这种方法 那么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这种方法 复制给刚才我们定义的一个委托对象 那么就使得这个对象持有了这个方法 我们同时还可以 比如说定义只猫的对象 那么让猫act cute 加等于这个猫的一个方法 那么这个时候 委托对象就持有了狗狗的方法 和一个猫的方法 这是一个具体的方法 是某条狗所具有的方法 当然也可以是静态的方法 静态的方法也可以是某个对象 所具有的方法都可以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那么怎么样使用委托类型 那么把使用委托对象呢 就像调用函数一样 直接在它后面加个括号 如果我们这个某个委托类型 它所持有的方法是有参数的 那么我们可以在使用委托的时候 那么在后面加上参数 它是什么样类型的参数 我们就在后面加什么样类型的参数 如果它持有的方法具有返回类型 我们还可以用一个变量 保存委托执行的时候 所返回的对象 返回的数值 然后从而进行应用 我们这和调用方法非常的像 并且这个委托可以持有多个方法 那么在持有多个方法的时候 我们调用一次 相当于执行了所委托 所持有的所有的方法 好,我们具体举一个例子来看一下 那么假如我们就想定一个宠物商店的例子 继续 宠物商店里面有很多的宠物 我们想组织一个宠物卖蒙大赛 比如说狗狗 它有一个卖蒙的方法 它叫做摇尾巴 wag tail 摇尾巴 那么这个方法我们就是输出 输出 摇尾巴 加上这个狗狗的名字 狗狗 再摇尾巴 那么同时呢 猫咪也有猫咪的卖蒙方式 猫咪的卖蒙方式 比如说它是叫做什么呢 比如说是无辜的表情 它可以表现出一种无辜的表情 就是用它无辜的眼神 看着它的主人 这就是猫咪卖蒙的方法 好,那么我们 委托所持有的方法已经定义好了 我们现在需要声明一个委托的类型 声明一个的委托类型就叫做 就叫做什么呢 就叫做卖蒙 act cute 卖蒙 那么这个委托所能够持有的方法是什么样的方法呢 返回wide 并且不传入任何参数的委托 好,那么我们现在定义一个卖蒙大赛的对象 比如说就是 DL 现在它不持有任何方法 所以复制为空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对它进行复制 可以直接复制 第一次复制的可以直接复制 我们现在定义两只宠物 比如说是Dog 等于Neal Dog 叫做A的狗狗 然后还有一只猫咪 叫做B的猫咪 好 假如只有这两只宠物参加我们的卖蒙大赛 好,那么这个等于这个是狗狗的摇尾巴 好,把狗狗摇尾巴的方法复制 这里注意没有括号 这里并不是一个调用 这里是让我们的委托对象 持有我们的卖蒙的方法 好,第二个方法 我们可以使用加等于表示继续添加卖蒙的方式 那么猫咪卖蒙的方式就是无辜的延伸 然后我们宠物大赛的时候 让这些方法,让这些方法依次被调用 卖蒙的方式依次被调用 好,那么就是直接像函数一样调用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预期 可以执行这两个函数 好,那么宠物大赛开始 叫A的狗狗呢 它会摇尾巴 叫B的猫咪呢 它会装出无辜的眼神 好的 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学的委托 以及它的使用方法 好,谢谢大家